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华源的节目 我是王伟 在直播室由我们顾师傅 要跟我们共度这半个小时的心灵华源时间 师傅你好 阿弥陀佛 王伟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师傅 自从上个礼拜 我们回来开始上课了 今天这个礼拜 师傅要来给我们上什么样的课题呢 在空中佛学院 其实我把今年的计划书大约做了一下 发现与名相对话课题可能要将近为生 因为我听到有我们心灵华源的听众朋友们反映 说这些内容都很喜欢 但是呢 他们又知道说欢喜自在这个广东话的节目 心经也讲过了 金刚经也讲过 我现在在讲奥弥陀基 他们说他们也很想听 所以呢 这个为了配合大家的 怎么讲 心愿能够圆满 我就计划 因为当我这样看 大约在十月 会要换一个空中佛学院的内容 那好 讲了一步经就 敬请期待了 但总之啦 这个与名相对话呢 就剩这么几个月呢 我突然发现 有一些基本的名相竟然还没轮到 我就有点着急了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讲清楚佛教的生命观 也就是六道轮回的这个内容 好 那我们就赶快恭请师傅来 带我们来上课啰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 菩萨大家吉祥 在今天的与名相对话 要跟大家说是分享 或者叫复习 一个佛教的专有名词 因为这个名相 是大家太熟悉了 只是说 大家所熟悉的 到底正确不正确呢 或者是说 这个对跟错之间 有多少比例 多少成分呢 是不是真的完全的正确理解呢 那么今天算是一个复习吧 这个名相叫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这种轮回英国的思想啊 这个是佛教的生命观 我们讲说这世界 有沉住坏空的轮转 这整个世界的形成 沉住坏空 那时间呢 也有春夏秋冬的更替 那么人生 人的生命啊 是有生老病死的这个阶段 像这样子的 都有一个轮回的因果关系存在 世间上有一些人 或者说有一些宗教的主张 他们是不接受这种 因果轮回的这种道理 也不认为做善事就会得善报 做坏事就一定得恶报 因为如果他不接受 这种因果轮回的观念的话 在他的行为上 就会导向于他认为 因为没有因果关系的话 没有前因后果 所做跟所受 就没有相关联的关系 像这样子是很不好的 真的讲起来 真的还是会天下大乱的 佛陀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凡事有因有果 你是怎么样行照善因 后面就怎么样受善的果 照恶的行就受恶的果报 那么这些就很明确地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那么我们是要为自己的行为 去负责的 好 那么讲起来这个生命观 我们就会要去认识 我们讲到 人出生是从哪里来 死后又往哪里去 这样的人生之谜 能够这样解开这个答案的 真的只有佛陀能够告诉我们 好 那么我们讲 人从哪里来 从因缘和合而来 那往生之后往哪里去呢 那么按照自己生前的行为造作 就决定了我们往后要去的地方 那么这个在佛教来讲呢 往后去的地方啊 就是我们最基本还没有到解脱成佛以前呢 都还是在三界六道里头 所以今天要谈这个六道的 这个轮回的思想 那六道是哪六道呢 所谓天 人 欧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天道啊 这个是在六道之中 最享福乐的一个地方 他们大部分的这种身相啊 都高大 庄严 而且呢 有个特色 叫寿命非常长久 所以又叫长寿天啊 我们所谓的长寿啊 都是几大节的 就是不是我们用数字可以计算 就是因为有那么长久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忘记了 以为自己是永生了 其实不是 他还是有一个时间极限 这是非常长久的寿命 而且享福乐 各位听到了 可能会很羡慕 甚至有些人都觉得 哦 要发愿升天 但是虽然说天界啊 这个六道的这个天道啊 寿命长 人又庄严 高大 然后又享福乐 虽然如此呢 但是佛陀并没有很鼓励我们去 因为那里都只是在 我们一般讲叫吃老本吧 就用自己的原本的福报 所以总有用尽 福报一旦用尽啊 五摔向线会堕落下来的 所以还不是最究竟的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人道 也就是人间啊 这个在人间呢 我们从表象 事项上来看 还是一半一半 有的人享乐 有的人是很辛苦的 有的人在修缮 有的人在作恶 总是各种的都有一半一半 那么也可以讲啊 说人在六道之中啊 人间道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半一半 所以是最好修行的地方 就像佛陀 佛陀出生在人间 成道成佛也是在人间 所以人间呢 是有比天界还要更好的 这些道德 像我们讲 在人间道 它可以这个有意念 它会去思考 会去反省 这个呢 是要比天界还好的 那另外呢 它也懂得修行 因为有苦有乐 所以我们知道 哎呀我要怎么修 可以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是会 不管怎么样 人苦忍耐 真辛苦 我们也会愿意去 或者忍耐啊 或者是这个修行啊 等等 所以这些是比 这个天界还好的 那第三个呢 是修欧修罗道 欧修罗道一般我们讲 是比较好战的众生啊 它其实也是鬼神类的众生哦 它呢 有天人的福报 但是没有天人的德恨 所以这个在欧修罗道啊 它也一样很高大 很庄严 那女众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只不过呢 她们因为好战嘛 所以女众呢 是好嫉妒的 男众呢 总是发动啊 对天界的这些战争 斗争 欧修罗道 有的时候我们看 在这个世界上的好战分子 或者是说 很残暴 这个好争斗的人 我们有时候会形容说 哎 这个就是欧修罗道来的 那第四呢 是畜生道 不管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 水里头游的 等等这些 各种种类的都有 这些都是属于 畜生道 它的这个物种的类别 是最多的 只是说 在畜生道啊 有的是工人类 所驱使 鞭策 那有的是工人类要去吃它 杀它的 所以在出生道来讲 还是恶道 这个属于三恶道之一 这六道里头的三恶道 比较不好的就出生道 然后恶鬼道 还有地狱道 恶鬼道呢 就是长期处于那种饮食不足 那种饥渴的状态 是很苦的一个 这个鬼道的众生 那第六呢 是地狱道了 这个不用讲 这是六道之中 最辛苦 最痛苦 最折磨的 这一道 那么总是呢 在六道之中 我们这样听下来 就是稍微好一点的 天人 欧修罗 但天呢 福报想尽呢 他要去受恶报 那欧修罗呢 他其实 虽然有一些福报 可是还是被这种 这种称恨啊 嫉妒的活在烧耶 所以真的比较好的 是人间道 所以我们可以 就是在轮回的路上啊 投胎来做人 不管你的福报 多啊少啊 身体健康好啊 弱啊 或者是说 这个人缘好或者不好 智慧高或者低 等等这些 不管怎么样 能做人 已经是比其他的 要强很多的了 也有人在问啊 说那这个六道啊 我们这样讲起来 好像感觉 六道 从天人欧修罗 畜生恶鬼地狱 感觉好像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呢 讲起来 我们当然可以讲 那天堂地狱在哪里 天堂在天堂的地方 地狱在地狱的地方 可以这样子说 不同的地方 但仔细讲的话了 我觉得呢 天堂地狱 可以都在人间的 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 你看 在这个人世间 做人的人啊 有些人 他的那种福报啊 因缘之好啊 什么都具足 什么都非常快乐 这样哦 他就好像在天堂一样的 那在这个人间道里头 我们看哦 那个 在这个鱼肉市场里头 在一块一块 被宰杀的这些 他也可以 像是在地狱里头 一样哦 有些啊 受苦的众生 就好像在地狱里头 一样 那真的在 进一步再讲起来呢 天堂地狱在哪里呢 天堂地狱 也可以在我们的 心里头 在我们的心里头 我们可能 一念啊 像善 一念啊 往好的去想 啊 我们自己给自己 这个带来快乐 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在内心里头 我们就好像在天堂一样 他如果自己想不开 自己啊 往苦里头钻 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也可以说啊 是在 活在地狱里头 所以到底天堂地狱 这个六道轮回 在哪里呢 可以在他们各自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在一个 这个人间啊 在地球上 就可以在这个人间里头 就可以看到 六道并存 同时都存在的 那也可以说 这个整个的六道 从天人 欧修罗 到三恶道的 这个恶鬼 畜生 地狱 这样 这个六道也可以 就在我们一念之间 甚至于在 一天里头 一个念头里头 我们的心 已经六道不晓得 上上下下 跑多少回合 都有可能的 所以 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 分享这个 六道轮回 这个概念 希望我们大家 不要那么忙 六道里头到处跑 我们还是 好好的把人做好 所谓人成 即佛成 要修行成就 整个关键 就在做人的 这个时期 所以要珍惜 要感谢 我们有做人的 这样的姻缘 这样子的福报 所以好好的 趁着我们是人 我们尽量行善 尽量如同大师 教导我们的 行善好 行事给 把人做好了 由人 然后修行 直至成就 甚至于在讲 因果轮回这个概念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有智慧的人 他在前因 这个过程中的 前阶段 他就先注意好 把他导正 向善 向光明的地方 就不用担心 在这个轮回路上 要去受恶报的 这个苦果 所以在这里 跟我们大家 互相共勉 好好的 以这个人臣 及佛臣 在人间佛教的 这个学习里头 把人做好 未来 必定是向着 解脱光明的 大道前进的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师傅 尤其师傅 刚刚最后在讲 让我们会去 好好的去思考 说 原来在这个 我们现在的 这个地球上 其实天堂跟地狱 都同时间存在的 也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启发 是 天堂地狱 也就在我们的 每一个一念之间 真的 好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再回到我们的 心灵花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观音菩萨 庙南筹 清静庄严 累结休 牵出祈求 牵出印 苦海长坐 渡仁舟 为庆祝观音菩萨 整道纪念日 多文多佛光山 将于7月17号 星期天早上 9点半至12点半 举行大备颤法会 祈求礼拜 广大灵感 观音菩萨 菩萨的功德 增长佛会 风调与顺 和家平安吉祥 查询法会相关资讯 欢迎致电 多文多佛光山 电话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浏览 三个道路 三个道路 点 FGS 点 排SummerCamp 王太太 王太太 正想打电话 新的三个道路 新的三好儿童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要赶紧把握哟 您说的对 学佛的小孩 不会变坏 我明天就去报名 多伦多佛光山 查询电话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可以上网 查询更多资讯 www.fgs.ca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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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灭 全都在望搜索那裡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话语节目 我是王伟还有我们顾师傅 在我们直播室里面 三分之一的巴西人王伟你好 或者我们听到 后来有这个巴西圣巴的声音 在我旁边出现 其实刚刚是我们直播组 特别相应于 现在我们要进入的 这个阅读人间的单元 跟我们推荐的这本书 有关的一首 由巴西如来之指演唱的歌曲 感觉好像巴西的那种 灿烂的阳光的感觉 对 其实我在巴西住了12年之久 其实巴西人来讲 本身来讲 他们一个最特别的个性就是说 他们非常的热天派 是 我其实 当然我对巴西人的接触 非常非常有限 虽然我们巴西如来士 几次要我去讲演 我听说辗转怎么飞 真的要特别拨时间去 我是有答应他们 但还是还没有兑现 但是我说 在有限的情况里头 至少有一个巴西如来之指 是我们经常在 我们的媒体报导 都可以看到他们 有很多精彩的消息 对 当然了 而且今天 师傅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一本 有关于他们如来之指的一个故事的书 这本书呢 作者是我非常敬佩的 我的一位师兄 叫绝尘法师 那么绝尘法师 他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也是老师 那么到佛光山读佛学院 到出家 他是非常孝顺的 他的母亲呢 在绝尘法师出家的时候 还叮咛他说 你要孝顺你的师父 如同孝顺我一样 那绝尘法师 他在毕业之后呢 就大师调派他到巴西去 那一句这个葡萄牙文 因为巴西讲葡萄牙文 葡萄牙语 对 没错 那一句葡萄牙语都不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怎么样展开 他的弘扬人间佛教的 这个过程 到他见非常大的 这个如来式 那也等于是当地的地标一样的 那么到他在 这发现说 就像您刚刚提到 巴西人很热情 很乐天 这些 就是因为他这样 我觉得你怎么去引导他 他是很容易就接受的 绝尘法师在巴西 就发现 说在当地 有这个贫民窟 贫民窟的这些小孩 是不一定有 有学校可以去读 去受这个教育 那么有一些文盲 甚至于他们很容易被 就没有一技之长 就很容易被带去 做一些工作 比如说贩卖毒品 或者是女孩子 有其他的这些职业等等 那么所以他就觉得说 教育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今天要推荐这本书 虽然这本书 我们订了五百本 要送到多伦多来 但是还在排队 等我们的货柜 所以我预计呢 也应当是年底吧 年底的时候 会到 会说货柜到 这本书呢 就叫做 它的大标题叫 如来之指 副标题叫 踏上21公里外的生命地图 这个我 虽然书我还没看到 但是我因为知道 我这位师兄觉成法师 我感觉他像 大院地藏王菩萨这样 降生在巴西一样 如同他书里头讲到 他说 他因为一句话都不懂 但是看到那里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 这么具有慈心悲愿的 一位出家人 他说他就发愿 说他要二度 就第二次投胎 成为巴西人 他这个概念呢 我看到是 我很震撼 我也很惭愧 我应该要发愿 我要投胎 当加拿大人 我一定把我的英文学起来 那他是 很认真学葡萄牙语 然后到 可以用葡萄牙语 去大学讲演 去跟巴西人沟通 所以他这本书里头 有很多的事迹 是你看了会觉得说 不是只有感动 也不是只有佩服 而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一点什么 其实像师傅刚刚提到 巴西 我算在巴西时间 不是说我的 从小的出生都在巴西 我在巴西基本上 就是住了12年 那在我12年的时候 我刚好是在 从初中到大学毕业 这段时间都是在巴西生活 那尤其我知道像 在巴西 尤其是在这本书上 所提到的21公里 就是我们巴西所谓讲的 他们叫做是那种 Fafella 就是一般的贫民窟 他们并没有地址 他们就是拿木头 这样钉一钉 就在一个可能在半三腰里面 就是自己形成的一个 这样子贫民窟这样 那一般我们平常在生活的 正常人是不会到 那个地方去的 而且就像说 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万一有时候车子抛锚 在那个贫民窟 大家都会很紧张 就马上下来 为什么那个时候 很多人开车的人 都会练的一手好功夫 会自己换轮胎 因为就是说 你不能再停在马路上太久 就会怕有一些的 不太好的人 会来这边来 对你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本书上 写的就是说 师父他进入到这个贫民窟 他希望由这个地方 去改变他们小孩子的生活 这个对我在巴西 以前生活过的人 对我来讲 就已经是一个 非常不可思议的 一种行动来的 我建议 我听王伟这样讲 我想因为八月份 我们都会参加这个共生团 回到山上 那么共生 同时也是为 师父上人九十大寿来助寿 我可以跟绝尘法师 就是拜托他 由你来采访绝尘法师 做一个专访 我觉得你们两位都是 你是三分之一的巴西人 他是投胎的巴西人 这样你来直接采访 我觉得会有不同的火花 一定很精彩 好 如果有这样的机缘的话 是希望跟绝尘法师 做一个这样的访问 也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 可以知道他们分享一下 绝尘师父他这一路走过来的 一些种种的一些遇到的事情 我说书还没看到 但是我听他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山上 有几次我们是通疗房 我就很喜欢听他的故事 我听他讲过 我问他 你怎么会那么强大的力量 甚至于你来办这个如来之指 他就讲 他说是有一次他去家庭普照 去信徒家里头去拜访 结果就有枪匪拿枪冲进来 那他当时呢 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说 不可以让他们上楼上 因为楼上女孩子 小孩子在上面 他不想引发更大的伤害 那么所以他要控制那个场面 那当然这一户信徒 他们很很惊吓这样 当时绝尘法师就协调 就要这个抢匪说 大家都不要紧张 你们是需要一些钱 那开始他要讲话 那个抢匪就用抢顶着他的太阳穴 你不要讲话 因为他们是要抢那个有钱人 他看这个出家人就是不是主角 他就变成用枪顶着绝尘法师的头 绝尘法师就跟他说 你不要紧张 他去引导他 然后跟他讲说 他们会拿钱给你 然后他们家里头 其实不敢放太多现金 他拿出来他们说太少了 然后他绝尘法师再协调说 那就这样 你们就 就要那个主人 就是把那个车子的锁匙给他们 你们把车开走 你们去换成钱 总之他的脑子就想着不可以让他们上楼 就是说基本上生命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那一次 后来可以谈话的时候 他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讲说 我们家里头那么多小孩 等着要吃饭 这些 所以很无奈 那当时绝尘法师说 他就 这些抢匪走了之后 他心里想 我不能改变你们 我要改变你们的孩子 就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他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在构思 后来是大师指示他 你伴如来之指 然后在我们是 就国际佛观会的世界大会上 要全球支持他 支持他 我们多人多 很多善心人士 都是参加如来之指的赞助 所以他说他从那一次之后 他发愿就是要做拼命库的教育 在如来市 他盖得很大 很多是教室 还有像烘培房 美法教室 什么 就是缝纫教室 这些 让他们可以学习一技之长 包含学习电脑 这些英语 让他们未来可以 有一个谋生的技能 这也就跟大师所提的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由这些 他们学到一技之长的话 就可以改变他们将来的命运 所以我刚刚提到赞助 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 可能听到之后会想要知道 说那怎么参加这个赞助 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银行 有设一个专户 你只要来佛光山 或者佛光源填写一个表格 那表格上会需要你注明你的银行的一些资料 他每个月就会有自动扣款 30块钱 30块钱 一年的款项 就一起就汇入巴西 那这个款项大家放心 因为是我们直接窗口对窗口是很安全 可以送给如来之子那边的部门去运用的 那曾经我记得去年好像银行的什么事情 他慢两个月转到 我记得当我见到巴西的法师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几乎要开天窗 当多伦多这一笔一进来 他们说感觉好像天降甘霖 我听到时候就泪水都要掉出来说 我们的法师们在那里很辛苦 不过真的再次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们 如来之子的我们所有的一些善行人士 因为基本上我认为巴西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国家 真的是可惜 是因为赖以有一些国家政治上的问题 其实以本身来讲 巴西的人民是一个非常乐天派 也是非常友善的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的时候 我可以访问觉成师傅 再把更多的讯息带给大家 对我们当书籍这本如来之子 就是踏上21公里外的生命地图这本书 如果到的话 这些书我已经跟觉成法师讲好 请他签名 作者签名 然后我们在这里易卖 那筹德的款项再捐去给如来之子 哇太好了 我们会有一个活动 然后配合到时候我们的新年花园 就配合我们王伟的这个跟觉成法师的专访 一起来成为一个活动 好那太好了 那如果所有听众朋友想要多知道 有关于像如来之子的一些 要怎么样捐款的方式 或是要查询 我们最近活动消息的话 都可以打电话到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你也可以上网来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三个W.FGS.CA 再次非常感谢顾师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次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女人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音乐提供 motiva ensinamentos pra aprimorar o povo chorando garluas sem cessar furtлом lação futbaçar sua edificação foi emocionante nobres são seus inúmeros maltr seal Mobre são seus indo menos longe